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北风兴起 南风吹来 两人能约你来 我渴望远中一处想起 约你心得满足 北风兴起 南风吹来 两人啊 求你来 因我属于你 你说我 你是我 起初和最后的爱 天虽已黑 风虽已荡 我听见两人在轻声哭怀我 指引我转身而离去 我的光远黄凉 我要起来 寻回所爱 再与你相遇 在我俩的远中 我只宁愿在温柔 等着我 来献上全场的爱 我只宁愿在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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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温柔 圆荒凉 我要起来 寻回所爱 在与你相遇 在我两的园中 我知你仍在温柔 等着我 来献上承受的爱 天随意黑 风随意打 我听见两人 在轻声呼唤我 只因我转身而离去 我的国愿荒凉 我要起来 寻回所爱 再与你相遇 在我两的园中 我知 我知你仍在温柔 等着我 来献上承受的爱 我知 你仍在温柔 等着我 来献上承受的爱 我知你自己会 弟兄姐妹早安 在早晨 让我们再一次的来 读神的话 让祂的灵 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再一次的邀请祢 愿祢的灵充满我们 再一次的带领我们 在祢的里面 在正理的当中 得到一个属天的自由 在祢的里面 我们可以明白祢的爱 和祢一切话语的奥秘 祢是这么深的吸引我们 在早晨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愿祢保守我们的心 愿祢带领我们的灵 再一次在祢的话语中被兼顾 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在信心中 来经历祢话语的真实和应许 谢谢主祢充满我们 带领我们 我们好渴望祢的工作 我们好渴望祢的同财 我们同心合一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今天我们来到了 以西节书 在第37章的1到14节 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经文 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 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 将我放在平原中 这平原片满骇骨 他使我从骇骨的四围经过 谁知在平原的骇骨甚多 而且极其枯干 他对我说 人子啊 这些骇骨能复活吗 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 他又对我说 你向这些骇骨发预言 枯干的骇骨啊 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对这些骇骨如此说 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我必给你们加上金 使你们长肉 又将皮遮蔽你们 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 正说预言的时候 不料有响声有地震 骨与骨互相联络 我观看见骇骨上有金 也长了肉 又有皮遮蔽其上 只是还没有气息 主对我说 人子啊 你要发预言 向风发预言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气息啊 要从四方而来 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 使他们活了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 气息就进入骇骨 骇骨便活了 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 主对我说 人子啊 这些骇骨就是以色列全家 他们说 我们的骨头枯干了 我们的指望失去了 我们灭绝静静了 所以你要发预言 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名啊 我必开你们的坟墓 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 离你们进入以色列地 我的名啊 我开你们的坟墓 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必将我的灵 放在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 你们就知道 我耶和华如此说 也如此成就了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一章可以说是 整卷以细节书 很特别的一章 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段 这里讲到了 关于一个复兴的景象 神对以色列的百姓 即将要来完成 他自己的工作 在整个37节的里面 分了两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是 一到十四节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 是关乎一个新造的 以色列人 先是以西节 被神的灵带到了一个 遍满极多又极其枯干 骇骨的平原 这个景象其实在表达的是 以色列全家 他们整个的一个状态 他们就像那个极其枯干的 骇骨根本没有盼望 神要让这些死去的枯骨 全部的复活起来 这样的预言跟意象 是不断的在回应神 不断的提到 神要带领 尽散在各国的以色列的人 百姓回到他们的地土 回到他们的国家 这个对以色列的人来说 是一个多么大的期待 和一个鼓励 也更说明了圣经不断的 在传达的一个重要的信息 就是在我们的神 岂有难成的事 祂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 祂是造物主 祂掌管一切 祂使无便为有 当然祂可以用这些 人看来都枯干的骸骨 来创造出一个新的生命 在这一章的后半段 也讲到了 神用两个木棍来比喻 整个分裂的以色列民主 神要让他们再一次 回到他们的故乡 他们要合一 他们要复合 他们要一起来 重建他们的家园 一起来建立一个属神 新的国度 何等的盼望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今天一段一段的来看 第一节到第二节 耶和华的灵降在我的身上 原文就是 手降在我的身上 耶和华借祂的灵带我出去 将我放在平原中 而这平原的 遍满了骸骨 祂使我从骸骨的思维经过 谁是在平原的骸骨胜多 而且极其的固感 我们看到神的灵在运行 当神的灵运行来了 神的灵来到我们的当中 造访我们 这里记载的是神的灵运行 这个灵带以先知以西节 走遍了整个三谷 但整个三谷的景象 却让他触目惊心 因为充满了枯干的骸骨 看来是绝望的 看来是没有希望的 但为什么神的灵 要带以西节来看 这样的一个景象呢 三到六节说到 他对我说 人子这些骸骨能复活吗 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 他又对我说 你将这些骸骨发预言 说枯干的骸骨 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 我并使气息进到你们的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我必给你们加上金 使你们长肉 又将皮遮蔽你们 使气息进到你们的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你们便知道 我是耶和华 神跟以西节的这段对话 在讲到的是 这个完全灭亡的这个状况 神问以西节说 这些骸骨能够再活吗 这样的一个光景 有可能有复活的现象吗 其实当神问以西节这个话的时候 代表神正在暗示 神要对这个绝望的状况 他正要施行他的改变跟工作 因此以西节回答主说 主耶和你是知道的 因为以西节知道 这些骸骨是否能改变能复活的主权 是在这位永活的真神的手上 生命的问题只有神你才知道 因为神必彰显他绝对的权柄 所以他静静的期待 神对他的一个吩咐 和看见神的带领与他的工作 既然这样 神要他向这些极其枯干的骸骨说预言 神要做的是第一个 他要将一口气吹到你们的里面 使你们再活起来 今天在这里讲到的气 就如同在创世纪二章七节讲到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照人 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 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 这个气跟创世纪这里的气 是一个相同的意思 神的灵代表了神的能力与力量 而这些本来就没有生命气息的骸骨 当神的气吹到这些枯骨的里面 就使这些原本没有生命气息的枯骨 要起来长筋长肉包上一层皮 重新出现了一个生机 第二个是神的气一吹 原本看到完全没有生命的一个状态 就会再一次的复活 这只有生命的源头的主宰 我们的神他才能够做到 七到八节讲到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 正说预言的时候 不料有响声有地震 骨与骨互相联络 我观看见骸骨上有鲸 也长了肉 又有皮遮蔽起上 只是还没有气息 当先知以西节 照着主的命令发了预言 他忽然发现这些骸骨 开始有了啥啥啥的声音 有了一阵的骚动 这些骸骨彼此的忽然连结了起来 也在这个当中长了筋 长了肉包上了一层皮 但是还没有呼吸 还没有真正生命的迹象出现 因为这些骸骨本来是四散分开的 现在正在重新的组合起来 一个重整的过程 正是一个新生命的契机 正在开始 正在发动 正在发生 就接到主对我说 人子啊 你要发预言 向风发预言 说主耶华如此说 气息啊 要从四方 原文讲的是风 而来 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 使他们活了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 气息就进入了骸骨 骸骨变活了 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 神要以西节向着风说预言 这里的风也就是创世纪一章二节说到 当地是空虚混沌 渊灭黑暗的时候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的灵 也在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二章七节 所讲到的气 当他照着命令对风说预言的时候 果然神的风神的灵就从四面八方而来 吹到这些躯体的里面 而这些躯体就复活起来 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 他们的树木是一个极大强盛的军队 这些复活的人不像刚刚生病完的人 复原的人的那个状态 而这些人的复活 他们起来成为耶和华的军队 是一个可以上战场的精兵 是强壮的军队 十一节到十四节说到 主对我说人子啊 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的全甲 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 我们的指望失去了 我们灭绝静静了 所以你们要发预言 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名啊 我必开你们的坟墓 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 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 我的名啊 我开你们的坟墓 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的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 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 也如此成就了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段经文讲到了 以色列人民就像前面所形容 满山满坑的尸体 他们像极其枯干的海骨 整个民族的生命不存任何的希望 但这一切已经改变 因为神对他们伸出了一个怜悯的手 神要打开死亡的坟墓 把他们带出来 令他们回到以色列的本地 不但这样 他们不再像埋葬的坟墓死去的人 他们活过来 有神的气息吹到他们的里面 他们本来是已经死掉的身体 但他们在如今必重新得利 我们看到这位造物主 吹了戏进到他们的里面 神赏赐给他们一个新的生命 他们不但如此 他们要起来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 整个神复活的海骨 以色列的行动 表明神要从列国的 他们当中的绝望 把他们带回到应许的土地上 叫他们知道 他是耶和华 是他们的神 复活的过程 宛如整个亚当受造的一个景象 这个新造的以色列 如同亚当的受造 是一个有灵的活人 是没有罪污的 我们要在这里明白 就算今天我们毫无指望 我们在一个环境的里面 我们在一个关系的里面 我们在一个光景的里面 当我们觉得不可能有盼望 当我们觉得看去 好像一切都死亡 好像一切都没有任何的可能 但今天神透过他自己的话语 神不只要我们再一次的 让他的灵来到我们的当中 神要我们相信他的话 因为神必引导所有属他的儿女 活出这样的身份 我们不能让这个世界的环境状况 跟光景和价值观 来定义跟影响着我们 因为神他的话 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而神的灵就在运行 圣灵会帮助我们 引导我们去明摆神的旨意 让我们可以坚持下去 当我们倚靠他的全能 和他的话语的时候 新造的人 他就是一个极大的军队 如同耶稣基督的救赎 在我们的身上 而他赐下的是一个复活的盼望 和复活的大能 我们必须要兴起 在这个时刻起来 对你的环境来说话 因为神的灵正在我们的当中运行 神的灵在我们的当中 要给我们一个属天的看见 那个看见就是 所有的不可能在他的手中 都将成为可能 所有的不可能在基督耶稣的救赎里面 复活的大能必要运行 弟兄姐妹起来对你的环境说话 起来对那个不可能 对那个死掉的 对那个不能的绝望起来说话 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正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是要靠着他 我们可以与这个世界的恶者 争战并且得胜 因此我们要知道 教会和我们是要起来 被呼召来胜过这个罪恶的世界 将人从这个罪恶的网罗中 被带出来 使人归在耶稣基督的名相 我们要再一次的宣告 我们要再一次的说 我们必全然的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胜 让我们兴起 让我们起来 对自己 对我们的环境说话 让我们起来选择相信 让我们起来选择成为 耶和华极大的军队 让我们里面枯干的 死亡的都再一次的兴起 让我们的里面先被复兴 先被更新 让我们自己这个人 先起来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今天要说 我们宣告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 气息就进入骸骨 骸骨变活了 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 主让我们起来 让我们的教会也起来 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军队 让神你的话和你的灵 进到我们的里面 并让我们再一次 再合一 在神你的权笔下 来完成你自己的工作和旨意 主我们今天再一次谢谢你 谢谢你的灵 在我们的身上 谢谢你对我们来吹气 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看见 在你岂有难成的事 谢谢你我们宣告你的得胜 你永远的得胜 你在我们的当中 完全的掌权 完全的充满 完全的浇灌 完全的带领 我们再一次将一切的主权 交在你的手中 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今天看见 让我们今天看见 那个复活的盼望 让我们看见 主啊我们就是你耶和华极大的军队 让我们知道 你要带我们打一场美好的胜仗 让我们再一次的选择相信你 谢谢你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再一次的兴起起来 起来对这个世界宣告 起来对这个世界说话 我们相信主啊这地 主啊必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 愿你掌权作王 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 赞美主归荣耀给你 我们同心合一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